在渣瓦剌,有那么一瞬间,我感觉自己看到的不是山,而是时间 仿佛它从一个无形无质的概念,而突然变得有了载体 大家好,我是梦游的水 这里是四川省甘孜州的巴塘县 接下来将是我本次自驾四川甘孜州格涅南县的最后一段路程 在之前的行程当中,我们看到最多的可能就是绿色了 森林草原,各种深深浅浅不同的绿 当然除此之外还有圣洁的格涅雪山,缤纷的花海,碧蓝的海子 除了铁江山附近那段之外,大部分时候我们看到的景象都是生机勃勃,绿意盎然 就像现在镜头中呈现出来的这样 但当时我没有想到的是,过不了多久 自己就会看到一幅仿佛来自远古洪荒的景象 在这里停车拍了一下暮色中的青山与草原 因为过了这儿不多久,眼中的绿意就会褪去很多 此时暮色似合,光影交错,给人一种有点不真实的虚幻感 而突然之间出现在眼前的石头山,则更让我一时没有反应过来 因为这一段的景色和格涅南县前面所有的风景都区别很大 哪怕是铁江山,在它的周围你也能够看到比较大片的绿色 山脚下的湖边还有鲜花盛开 而这一段在视野范围内能够看到的植被是比较稀少的 再加上傍晚那种昏黄的光线 一下子就把我们拉入了和此前完全不同的另外一种心境 正如视频开头所言 这一刻我感觉自己看到的不是山,而是时间 仿佛它从一个无形无质的概念突然变得有了载体 沧海桑田,岁月的雕琢让它们变成了如今的模样 时间的痕迹在这里展露无遗 而我们只能仰望,感怀 即便是那造就如此景象的漫长岁月 与苍茫宇宙而言也不过虚语 面对这些巨大的善演 不由自主想起陈子昂登幽州台歌里那句 念天地之幽幽,堵创然而替下 虽然背景不同 我没有他那种怀才不遇的落寞,伤感 但那种念天地之幽幽的感慨 却可以感同身受 广阔无音的时空中 我们太过渺小 却又往往太过自大 没有亲临这辽阔天地 赵美山川 方能让我们多一些敬畏与自省 前几天我在视频下面看到这样一条评论 有一位网友讲述了他在川西的一段旅途中 因为见到了那些大自然造就的赵美风景 从此不再自命不返或自残行贿 而是慢慢懂得顺应自然 的确,如果你只是用眼睛在旅行 可能会收获一些影像记录和美好回忆 而如果你是用心在旅行 那么除此之外还能够从广阔天地见 领悟到许多道理 现在大家看到这一小段路 其实我是走了两遍 因为当时太阳已经落山了 我们要在晚上赶到巴塘去 所以第一次从这儿过的时候 是直接开过去了 但开过去之后呢 又始终觉得很可惜 这么壮美的风景 都没有好好地拍一拍 所以就又掉过头重新走了一下这一小段 原先网友问我 剪视频有没有提前写文案 有时候是有的 但大多数时候不需要 其实我在视频中的这些感慨 有很多是在旅途中 与身边人闲聊时的谈话 我们会赞美山川湖海 也会探讨人文风情 会讨论美食住宿 也会聊聊家长里短 会突然想起某个回忆 也会分享自己对自然和人生的感悟 在我看来 这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 把它放到视频当中呢 也就相当于和屏幕前的你 一边一起看风景 一边随口聊天 这去不同者可能会觉得 这像是喋喋不休的唠叨 志同道合者则会明白 这不过就是自然而然的 有感而发而已 所以你看 不管是你在网上看看视频也好 还是出门旅行也好 志同道合都是非常重要的 世界那么大 我们不用在现实中相遇 当你在网上看到我的视频 如果会感叹一句 呀 原来这个人和我有相似的灵魂 那么我们也就算是在 茫茫人世间曾经邂逅过 你觉得呢 那言归正传啊 这里要提醒一下大家 扎瓦拉牙口它的海拔有5000多米 是整个我的这次 更年南线之行当中 海拔最高的一个压口 那么在这样的海拔高度 高反的概率肯定是要比 海拔两三千米的地方要高的 到某某地方会不会高反 也算得上是我看到 网友们问的最多的问题之一 其实我以前专门有一个视频 讲高反的 就我个人的经验来看 高反是因人而异的 我没有办法给你确定你 到了哪个地方一定会高反 或者一定不会高反 我只能告诉你一个地方 它大概的海拔是多少 那么理论上呢 肯定是海拔越高的地方 高反的概率越大 然后在翻过扎瓦拉牙口之后 去往巴塘的这段路 其实我印象也是非常深刻的 虽然说 走的是省道 它本身路修的是挺不错的 但是呢 可能是因为离山体 比较近的原因吧 路上很多地方有落实 还有像这种 不知道算不算 之前有小规模的山体垮塌 本正不管怎么样 大家在开车的时候 一定都要集中注意力 仔细观察路况 反正我当时想的就是 幸好这边天黑的比较晚 我们走到这儿的时候呢 虽然太阳已经落下去了 但是天还没有完全黑 这个路况和路两边的情况 还是能够看得比较清楚 在这边路上还偶遇了一个塌 不知道到底是什么 就这样匆匆而过了 那值得庆幸的是 我们终于还是赶在 天完全黑下来之前 到达了巴塘县城 那么本次阁尼南县的旅程呢 也就正式结束了 总的来说呢 我感觉还是比较匆忙的 如果下次再来的话呢 我想我会尽量多安排一些时间 那礼塘到巴塘这一段呢 我们走的是格尼南县 那么从巴塘返回礼塘呢 我们就走的是国道318了 下个视频当中呢 就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这段国道318的风景吧 那我们就下个视频再见咯 我们下个视频